这个是联雅的这个新冠肺炎疫苗专家会议审查的结果 那么这个依据审查资料所公布疫苗的安全性是可以接受的 具有细胞免疫反应的趋势 那再来是综合抗体数据结果 没有办法达到锁定疫苗免疫桥接不劣性标准 那这个昨天专家会议的结论是总共出席22人 主席不参加投票 所以有21个人参加投票 其中4个人要求要补件在意 17个人不同意通过 我先请教一下何老师 为什么会有先问你 就综合抗体数据结果未能达到锁定疫苗免疫桥接不劣性标准 这个是比较白话怎么讲 就是我们不是我们这个高端的EUA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一直在看一个图 那个图就是把这些已经核准EUA 比如说辉瑞 比如说AZ 比如说Moderna 还有一些Novavax之类 他们有公布他们的这个综合抗体的平均值 然后有公布他们的保护效价 所以平均值在X轴保护的能力在Y轴的时候 他有一个性线的关系 那中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恢复者的血清 因为每个人的做这个综合抗体的方法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恢复者的血清大家都一样 你就拿去用这个方法跟你每一个实验室就做了之后 就看他的疫苗是这个恢复者血清的 是多少倍数或是多少几分之几 那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所说的就是说AZ大概是他的几分之几 还跟他比那个低一点点 OK 那他有说就是要50%的保护性的话 其实就是恢复者血清的20%就够了 是这么说的 所以其实假如是这么去看的话 就是根据那些数字 那当然我们不能定的最低 我们就拿AZ的就是要跟他一样 那当然不幸就是说联亚 可能他的左剂的用量少了一点 或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综合性抗体 当时我们看他就是比较低一点 就是应该是在很 就是在borderline 就是在刚刚好的临界点 他就是差也是差一点点而已 我最白话问一下 就是说可以这样说 就是联亚没有高端跟AZ那样好 只有抗体的部分 抗体是最重要的 抗体不是最重要 抗体是necessary 就是不是necessary 它是充分的 你有很好的抗体 你就可以保护 是充分的 但不是必要的 这个很重要 不是必要的 如果这样连续要怎么 我就已经说了 他第二期是过了 他可以去做第三期 一样的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 三期做出来要很久的事情 不一定 不一定 假如他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这个疫情是很 很严峻的话 他很快就可以累积到数字 那又请教了何老师 我们有买五百万剂 下定了 但是那个月应该是说假 那个一定是有一个 我知道我知道 我当然要通过 这个才可以打入我们的人体 我只是说那你现在都不通过 不通过就少了五百万剂了 那这五百万剂怎么补呢 我们有很多人送我们疫苗 所以其实是蛮多的 你把这些送的都加起来的时候 应该是OK 现阶段有一千万剂 然后再加上国人送的是 一千五百万剂 就有两千五百万剂 把它除以二的话 就是一千两百三 那这个就应该在成年人里面的数字 应该就有过半了 成年人过半了 但是就是说我们比较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很注意的 去施打所有的年长者 这个就是我们准备 面对Delta的话 高风险的人一定要打满打棋